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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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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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旅行者大家好 本期的话我们来讲一下金井小弟的世界任务 做完这个任务的话会获得110个原石 它的触发地点的话就在白狐之眼这个传输锚点 然后在旁边就可以找到小朋友了 我们首先找到对话 对话完毕后 我们就会接到一个任务 叫做手机游戏 好我们先开始挑战 首先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西蓝方向 好一直往前面跑 然后这边我们下来左转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处居就在这里 好现在的话我们远路返回 回到我们这边小朋友这里 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我们的盗期层就会出现八个金井小弟 下面的话就是我们八个金井小弟的分布图 盗期人会得引风声很正常 好的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第一个点位 第一个点位的话就在我们荒海这个传送锚点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这个金井小弟的话就在我们西边 好的首先我们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的西方向 然后这边可以起飞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讲一下 这个队伍的话建议大家带上我们这个双分的阵笼 最好可以带个凯亚 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的收集速度 好从这边我们下来 好我们去找他对话 我们开始第一关挑战 第一关的话首先第一步的话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西方向 这边的话我们直接下来 好就可以看到了就在这个下面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继续第二关挑战 第二关的话 现在的话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东方向 大家可以看到就在我们前面 我们这边的话是过不去的 我们先从这个右手边啊 从这边石头上面爬上去 然后我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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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的话我们继续往上爬 然后左转 好就在这个前面 好我们继续啊 继续第三关 那第三关的话 首先第一步将我们的视角调到我们的南方向 好从这边我们先下来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山洞 我们左转 然后进入 在我们前方就可以看到这个小球了 好的这边的话 第一个位置啊 我们就完成了 会获得一个珍贵的宝箱 好同时的话 我们第一次完成的话 会获得一个隐藏的成就啊 叫做金锦玉电流手巨树啊 好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隐藏成就 那我们首先回到这边 然后找这个球对话啊 这边选择布置这个手机 好随便放一个位置 按意见 好这样的话 我们就布置成功了 大家可以挑战一下啊 挑战手机游戏 来到前面 好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好这样的我们准备好了之后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等待队友加入 那现在的话 让这个队友来玩一下这个游戏啊 当队友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隐藏的成就 那这个成就的话 就叫做本巢手巨细小传 好的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关的任务啊 就完成了 然后又获得了两个隐藏成就 好的我们下一批见 各位新者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来讲一下第二个点位 第二个点位的话 就在我们到七层右下角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出发地点的话 就在这个传输锚点出发 好现在的话 先将这个视角往这个东方向啊 先从这边划过去 好到了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话 有个大石头啊 咱们先飞过去 可能有的同学会碰到啊 这边的话没有出现这个NPC 那这时候你可以小退一下游戏 再进来或者前往成哥湖再过来也可以 好找到对话 好的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第一关 第一关首先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西栏方向 好我们拿起这个雷种子 好前方拉一下 那可以看到这个小球的话就在这个上面 好的我们继续啊 下面的话我们是第二关 那第二关的话 这个方向还是没有改变 还是这个西栏方向 拿起这个雷种子 然后这边拉拉 好再拉一下 然后这时候我们往这个山上爬 这边继续往山上爬 好可以看到这个小球的话就在这里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最后一关 同样的方向还是这个西栏方向 我们拿起这个雷种子 然后这边拉 我们继续拉 拼命的拉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往房子上面拉 可以看到这个前方就是这个小球这个位置 好了那我们这一关的话就讲到这里 这边的话也有一个珍贵的宝箱 十个原石 好了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第三关 第三关的话就在我们踏背沙左上角这个位置 然后触发地点的话就在旁边这个传输锚点触发 那首先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西方向 好这边的话我们直接飞过来 可以看到这个精灵小弟的话就在这个前方 好的我们先挑战一下这个第一关 那第一关的话首先将这个视角调到蓝方向 好从这块石头爬上去 如果你从这边爬不上去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右手边啊 这边爬上来 第一个小球就在这里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第二关 第二关的话首先第一步将这个视角调到东方向 好从这边过去 然后这边右转 然后这边右转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三二 然后左转就可以看到了 还是很近的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第三关 第三关的话首先将这个视角调到蓝方向 从这块石头爬上去 那可以看到这个小球的话就在这个屋顶上 好我们先过去 然后这边的话控制下这个体力 直接从这个墙上爬上去 然后这边按X键下来 好这样的话我们第三关就到这里 同样的也有一个珍贵的宝箱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第四关 那第四关的话就在这个踏被杀右下角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触发地点的话就在旁边这个传输锚点这个位置触发 好首先第一步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东南方向 这边的话有个华丽宝箱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解开 好继续我们先下来 那我们仅仅小低的话就在这个前方 好首先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第一关 第一关的话 首先第一步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的西方向 好往这边跑 然后这边有个台阶啊 这里的话有一个草虫 那我们的小球的话就在这里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第二关 那第二关的话 第一步将这个视角调到南方向 好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我们下来 好下来之后大家向这个视角向后面转 就可以看到这个小球了 好我们接着来讲最后一关 那这一关的话我们需要爬山了 那这个视角的话将这个视角调到西北方向 那这边的话你随便找一座山啊爬上去 好我们上来之后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左手边啊 有个地灵坎 我们从这里爬上去 然后我们这个小球就在这个地灵坎的上面 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第四关就到这里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一下第五个金井小弟 他的位置就在我们蛇神之手这个位置 然后出发地点的话就在蛇谷矿洞这个传说锚点这里出发 第一步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的西方向 我们要前往的方向就是这个舌头的方向 好我们往这边 可以看到下面的话就有一个金井小弟就在这里 那做这个任务之前的话有个要求就是在我们的右手边啊 这边有一个地牢啊这扇门啊我们要开启啊才可以做 如果你没有开启的话我给大家发以前的视频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视频 你 你 好的这扇门开启了 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金顶小弟的任务 那首先这个第一关 我们第一关的话 我们进入这个地牢 在我们的左手边 从这边进来 然后是地下第一层 然后这边往前面 然后右转 那就可以看到了 好的我们接着来做一下这个第二关 那第二关的话 同样也在这个地牢里面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前往地下岸层 好这边的话 我们往前面 就可以看到了 就在我们东方向 好 我们接下来做一下这个第三关 第三关的话就不在这个地牢里面了 然后首先我们将这个视角调一下 调到我们这个西南方向 往前面跑 然后这边左转 爬上这个石头 咱们继续左转 我们要求就是爬到这个舌头上去 然后这个小球的话就在就在这个里 这边的地牢里面 这边的话我们找高一点起飞 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第五关就完成了 好的我们接下来讲下这个第六关 第六关的话就在我们舌骨矿东北方向这个位置 然后出发地点的话就在这个传送锚点这个位置 好的首先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的西方向 我们从这边直接飞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话有一个boss 然后继续往前面飞 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个洞穴 看到没有 好我们进入这个山洞 好陷下来 那我们金井小弟的话就在我们的后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在这个北方向这个位置 好的我们开启挑战第一关 第一关的话我们先到南方向 这边拿一下这个雷种子 好勾一下 两下三下四下五下 好停一下 然后在旁边的话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雷种子 然后在这个对面 也就是我们西南方向 这个就是我们小球的位置 好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第二关 第二关的话我们就直接点啊 我们先跑过去 拿起这个雷种子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疯狂的拉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出来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下落 下来之后 下来之后将这个视角调到北方向 可以看到这个小球的话就在这个前面 刚才可以下落快一点啊 刚才这边的话浪费了不少时间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第三关 同样的我们先去拿一下这个雷种子 好大家数一下 勾一下两下三下 其实三下就够了 然后在这个视角的南方向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小球了 勾三下 然后这话视角往南方向走 从这个山上爬上去 好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小球了 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海七岛的精灵小弟 他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我们出发地点的话就在这个七天神像 好的 现在的话将这个视角调到东北方向 好从这边直接飞过去 好久没来这个海七岛了 感觉海七岛的风景啊 非常的漂亮 好的 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平台下来 那我们精灵小弟的话就在这个里 好我们先来挑战一下这个第一关 那首先将我们的视角调到西北方向 好往这个方向跑 然后可以看到前方的话有个雷种子 咱们来一下 好这边拉一下 好上来 然后可以看到在这个我们的蓝方向有个小球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一下这个地上官 那第二关的话将这个视角啊不要改变啊 往这个东北方向 前面的话有个传送门 我们碰一下这个传送门 好记得不要调整啊 我们来到这个贝壳上面 那这边的话有个雷种子 咱们来一下 然后这边勾 马上勾 那我们小球就在这个前方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一下最后一关 那这一关的话跟第一关一样的啊 好将这个视角调到西北方向 我们来一下前面的雷种子 然后这边勾一下 然后爬上去 继续往南方向 前面再勾 再勾 勾到对面 好我们的小球就在这个前方 好这一关的话我们暂时讲到这里 各位旅行者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讲一下最后一个静景小弟 他的位置就在我们青奈岛月石村这个位置 静景小弟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的话有个钳制要求 将这个青奈丸沉船解密啊 咱们要先做一下 做完了 好我们才可以做一下这个任务 好我们来到这个传送锚点出发 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西北方向 那我们的小伙伴啊就在这里 好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第一关 那第一关的话我们首先右转 在我旁边啊有一个山洞 好咱们先下来 然后打开翅膀 然后左转 靠着墙啊 左转 那我们第一个小球就在这里 好的我们接下来做下这个第二关 那第二关的话同样的啊 我们也要进入这个山洞 然后这次的话我们选择右转 那可以看到小球的话就在我们前方 然后这边的话有个防护罩啊 咱们不要管他 我们爬到最里面 然后跳下来 好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拿到的 好我们接着来讲一下最后一个啊 同样的啊我们进入这个山洞 然后这次的话我们要进入这个沉船了啊 从这里直接跳下来 你可以看到就在我脚底下 好的这样的话我们金鼎小弟的所有任务啊 就全部完成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有空的话可以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再见